好 但說真的 侯友宜如果要向郭台銘韓國瑜道歉的話 他早就道歉了 怎麼會拖到現在民調第三名的時候呢 好 我們請教一下青皇 現在侯友宜在昨天上了這個 邵康哥的專訪的時候就說了 中華民國是共同價值 人家問你要不要道歉有沒有聯繫上 你怎麼會這樣回答這一句呢 我真的是看得眉頭眉尾的 因為他就是不想道歉 他如果要道歉的話 他在上個禮拜六的時候 他就可以在現場大大方方道歉 所以你去看他所講的話 邵邵康是要做求給侯友宜 讓他可以好好的道歉 因為趙邵康很清楚 他上禮拜六在現場 他一定知道他所表達出來的態度 到底韓粉接受不接受 因為你如果對連韓國瑜的粉絲 你都整合不進來 那你選舉要怎麼選 可是你會發現侯友宜就是不肯正面的道歉 所以來大家觀眾朋友 聽聽看侯友宜的講的內容 他說請大家多多批評 多多指教 你寧可用多多批評 多多指教 你也不要講對不起這三個字 你會發現侯友宜永遠都選字最多的方式 什麼叫選字最多的方式 他就是講得非常左拐右彎 左拐右彎 拐一圈之後 你還是不知道他要講什麼 所以才有人說他連道歉都是空的 你如果連道歉都是空的 你到底要怎麼讓人家接受 所以你看什麼多多批評 多多指教 然後最後沒有聯繫上郭台銘 沒有向韓國瑜道歉 侯友宜的講話的方式是說 中華民國是共同價值 什麼意思呢 意思就是反正我們大家都認同中華民國 所以沒道歉也沒關係 沒有聯絡到郭台銘也沒關係 是這樣子嗎 你覺得他現在郭粉整合不進來 韓粉整合不進來 然後他又告訴你 反正我們大家都愛中華民國 所以你們就支持我吧 許經理覺得這樣的邏輯 一般人會接受嗎 不會嘛 這叫做什麼你知道嗎 這就是一個情緒勒索的邏輯嘛 意思就是 只要我們大家都愛中華民國 所以我過去呢 這對韓國瑜有抱歉的地方 韓粉你還是原諒我吧 郭粉那個 即便我之前呢 跟郭董有不愉快的地方 但是因為我們大家都愛中華民國 所以你們就原諒我嘛 如果這不叫情緒勒索 什麼叫情緒勒索 所以我才告訴你 最重要的問題是他不肯道歉 還有他為什麼不肯道歉來 因為他的核心的幕僚都告訴他 就反正我們要是爭取 中間選民的支持嘛 所以在民調上面 我們要做中間選民喜歡的樣子啊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 你不要講中間選民 你現在連你自己的基本盤 你都找不回來 你基本盤找不回來的話 請問你現在用什麼本錢來選 沒有啊 金普通不就是應該走回申嵐的路 決定要走回申嵐的路 那他就應該跟他們道歉啊 所以那中間選民就丟了啊 那他兩邊都想要拿 結果兩邊都丟了 因為原始 最原始他的幕僚跟他講的內容是 反正這一些人早晚都會回來支持你 他也不會去投民進黨嘛 你知道嗎 他幕僚是這樣告訴他 所以你要爭取的 你侯有瑜要爭取的是中間選民的支持 就是因為這樣的思考邏輯 所以侯有瑜被說服最多的都是 他的幕僚 尤其是研考會 拿民調出來告訴他 說你要爭取的是中間選民的支持 所以你才會發現前一陣子 為什麼會鬧出韓國瑜事件 韓國瑜事件 一開始侯有瑜是沒有主動安排 要見韓國瑜的 這我們在節目上有講過 那這轉場的過程是因為 韓國瑜聽到的 當然也覺得不舒服 2019年你不幫我 然後現在我的事情 又被你消費成這個樣子 就是你說 因為中間選民跟這個什麼 會介意侯有瑜跟韓國瑜見面 這件事情 所以侯有瑜一開始沒有安排 跟韓國瑜見面的行程 好啦 那這件事情鬧到最後呢 是侯有瑜競選派的幕僚 選辦那邊的幕僚 發現不行 連基本盤都跑掉了 所以才想要趕快安排 侯尾瑜跟韓國瑜見面 但是很明顯你會發現 這一段已經來不及了 所以我們才說 對於他的整合上是一個大問題 那現在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現在對侯尾瑜最大的挑戰是 你會發現金小刀進來 剛剛舉例所講 金小刀進來之後 那你不是應該往森南走嗎 對不起 來不及了 為什麼來不及了 森南的部分呢 過去在聽你侯尾瑜在講的時候 你就是不肯講 那即便你在照照商節目上面 來我們注意看 他在講森南要聽的 不管像他所講的核一廠核電廠這些元素 他前面都加了一個彈書 什麼彈書 叫做國際專家認證 確認萬無一失 你要什麼情況之下 要確認核電廠萬無一失 你要重新啟用 所以你會發現 他的所謂認同 他森南要的東西 那個東西都是包裝過後的 那既然是包裝過的 我問你 你如果是觀眾在看的話 你會看不出來 下面的觀眾很明顯留言說 恭喜侯尾瑜找到新保姆了 什麼叫新保姆 因為侯尾瑜原安的保姆 是上次在陳以信 幫他在台大的場合 幫他做保姆 他一直在幫侯尾瑜講話 可是現在看起來 趙少康觀眾現在酸他就說 你現在恭喜侯尾瑜 找到新的保姆 新的保姆就是趙少康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看得出來 趙少康在現場 幾乎整場都是在幫侯尾瑜在圓 甚至還扮演主動提醒侯尾瑜的角色 也難怕侯尾瑜 你有什麼之前要備告 要講的東西你忘記了 所以他還負責提醒他 所以下面很多人在留言 其實是在酸他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我們講說 你說他要整合生藍的價值 很抱歉 看起來他找生藍回來 這個他是沒有辦到的 不但沒有辦到 因為現在郭台銘出來 他連派系 國民黨地方派系這一塊 他都可能丟掉了 因為之前他很有把握 我們剛剛前面有講 本來你知道侯尾瑜的盤算是這樣 他覺得國民黨的這些生藍 因為你們不可能投民進黨 所以你一定會投我 然後他覺得國民黨地方派系 反正在選前 你們會主動歸位 還是會回來支持我 沒有那是因為他民調高 他現在民調不高 是 這是他原來的思考邏輯 所以就變成說 他過去講的話 一直是跟國民黨切割的 好啦 那你既然切乾淨的時候 人家就順勢就收割走 誰收割走 你就發現郭台銘 現在就把他切走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郭台銘為什麼跟周典論同台 因為周典論就是轉而支持他 屏東縣議會的議長 那張榮衛你可以看到 就即便侯尾瑜到雲林去 他在雲林也見張家 見到張艺善 但是他也見不到張榮衛 為什麼 因為張榮衛寧可跟郭台銘 實質警控也是不願意支持侯友誼 所以這就是我們講 你看 顏清彪 張榮衛 周典論 這些人都倒到郭台銘那邊去的話 你說這些地方派系 他要怎麼跟他整合 這就是為什麼 在上個禮拜的時候 台北有一個餐廳開幕的 開幕室裡面 國民黨地方投人 這麼多人到現場去 可是你可以發現 他現場國民黨地方投人 很硬生生的分成挺侯派跟挺郭派 這就告訴你 國民黨的實質分裂 就在這邊發生 所以你地方派系 你也是送到郭台銘那邊去 那我請問一下 這些你都整合不起來 那對於侯友誼來講 請問你現在支持你的牌 還剩多少 這就是為什麼 民調的時候 你看他都只剩下15% 16% 國民黨現在期望 能夠把民調拉到25%以上 這個都只能靠什麼方式 你知道嗎 只靠兩個字 放話 幾乎都是用精神式的喊話 所以你看之前是柯資生講 後來變成是趙少康講 幾乎都是用放話式的 喊話式的喊說 侯友誼的民調一定會回到25% 下個月藍軍歸隊之後 侯友誼的民調就會回到30% 這種講話只能避免喚猴而已 但是對侯友誼來講 有沒有實質的幫助 沒有實質的幫助 所以你看郭台銘現在打什麼算盤 我們給大家看這張圖 這張圖為什麼要再拿出來一次 郭台銘要的盤是什麼呢 郭台銘要的是當他入政之後 既壓侯也壓柯 什麼意思 把侯友誼的民調壓下來 把柯文哲的民調也拉下來 當拉下來的時候呢 他就握那個畫 拔拉肯的那個權力 那隻手就是郭台銘的手 所以你看這張圖裡面 當四卡都的時候 郭台銘硬生生切了15%出來 然後柯文哲從之前你看到 可以將近30% 28% 硬是跌到20%左右 你看不管哪一份民調都是喔 上個禮拜民調是20%喔 這個禮拜這一份民調 柯文哲在四卡都的狀況下 是幾% 19% 然後侯友誼幾% 15% 在這個時候我問你啦 這個態勢維持到八月的時候 你是郭台銘 你不選嗎 你當然選嘛 所以我們告訴大家 郭台銘真正的算盤就是 當他掌握了15% 你柯文哲也要跟我談 你侯友誼也要跟我談 就算你不換侯 你國民黨不換侯 我郭台銘去找柯文哲兜起來 我們兩個兜起來 也有30%左右 請問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國民黨的侯友誼要怎麼勝選 你國民黨的小雞要怎麼選 這個才是郭台銘真正的算盤 所以這個也是為什麼你看 現在焦慮的人是誰 你看郭董的策異 現在焦慮的人反而是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現在面對的狀況是 郭台銘現在放話不斷 所以呢我知道的是民眾黨內 現在對郭台銘的喊話 他們是非常的焦躁 什麼叫焦躁 就是對他講的話既不爽 但是知道他講的話 會影響到民眾黨跟柯文哲的支持度 所以你可以看到 隨著郭台銘入政之後 現在看起來對侯跟對柯文哲來講 局勢都變得更複雜更難打 好 所以請教一下晃哥 因為你看我就不曉得 剛剛親黃也講了 到底侯友也有什麼底氣 我們到這邊還討論他半天 你們大家全部都加入他的陣營好了 因為我覺得 真的覺得他現在真的是蠻弱的 要怎麼救得起來呢 你看黃維翰就說了 候選人最怕一件事情 選情恐怕很難逆轉 什麼事情 變成笑柄 現在真的變成笑柄 一連討論三天 光是一張椅子 比他的政見什麼都還要來得多 晃哥你說昨天還要討論政見對不對 現在你說侯友的政見到底是什麼 我真的也是想不太起來 只記得他跟韓國瑜這邊拉椅子拉來拉去而已 就侯友宜嘛 對 我記得這句話是昆玉兄最早講說 政治人物不怕被罵死 最怕被笑死 對 侯友宜想像就現在墜入這個魔咒 我不曉得那個拉椅子 因為那天身邊應該沒有幕僚 所以應該是侯友宜自己想的 他可能覺得這一招很高明 但事實上就變成笑柄 侯友宜現在很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抓不穩他的腳步 我覺得像侯友宜有一種 像一種傳說中的動物 長得很像一種傳說中的動物 叫似不像 就第一他不是深藍 但是他很想 他現在最近朝深藍路線走 又支持核電 又這個九二共識 你說嘛 他過去侯友宜 為什麼能夠連續兩屆連任新北市長 而且去年用超高選票連任 一方面是因為整個大環境 另外一方面是侯友宜過去的表現 就是他比較接近於不藍不綠 所以有一些中間選民 甚至一些淺綠的選民都覺得說 侯友宜這個我不討厭 雖然我不一定會投你 但是我至少不會反對你 可是當他現在選情告急之後 他這個不藍不綠的形象就毀掉了 過去的侯友宜大於國民黨 現在的侯友宜 他卻去擁抱國民黨裡面最小的一塊 叫做深藍那一塊 所以他的民調十幾趴 我不意外啊 馬英九最低的時候剩下九點二趴 可是因為他連同溫層 現在都拿不到了 不然怎麼辦呢 所以你看他上了 趙趙趙趙趙的節目 都是深藍這一塊 因為同溫層覺得你不是自己人 所以他必須要先籠絡 你是因為要騙我的選票 所以才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所以我說為什麼 他變成一種傳說中的動物 叫四不像 也就是大家都知道蝙蝠的故事 應該都聽過嘛 蝙蝠遇到老鼠的時候 跟他講說我是你同類喔 我是屬於老鼠 遇到鳥的時候 我有翅膀我也是鳥 那最後你什麼都不是 鳥不覺得你是自己人 老鼠覺得你也不是自己人 可是現在親王就說 他就覺得蝙蝠瑜賭一口 藍軍最後就是歸對嘛 一早就最後就會靠向我 應該這樣講 藍軍最後會不會歸對 你要看郭台銘跟柯文哲的動向 郭台銘的部分是這樣子 就是郭台銘的動向 郭台銘的確可以分到藍軍的票 所以如果郭台銘最後決定 他不選了 那的確有一部分藍軍 他真的會歸對 再加上國民黨透過他很綿密的地方 組織系統去動員 的確有一部分會歸對 但是會不會全部歸對 不知道 那柯文哲呢 我剛剛講過 柯文哲現在採取一種寄生蟲的戰術 就是他寄生在國民黨地方派系裡面 他去台中建延寬恆 你覺得他是為了中二選區嗎 當然不是 你覺得他是為了蔡壁如嗎 當然不是 因為蔡壁如在那個選區 第一選區 你說要贏蔡其昌基本上很困難 你覺得柯文哲去台中建延寬恆 為什麼 很簡單的道理 延寬恆見了柯文哲之後 請問台中黑派的總統票跟政黨票 會給誰比較多 會給侯友宜多 還是給柯文哲多 會給國民黨多 還是給民眾黨多 柯文哲現在就是因為他知道 他沒有組織 短期內不可能建立組織 所以我就寄生在你國民黨的派系裡面 利用國民黨派系對於侯友宜的不滿 他利用那種矛盾 他就寄生在那邊 所以最後地方派系的選票 會不會全部回歸 原本還有機會 但是來了金普聰之後 我覺得很難 我覺得很難 因為你覺得地方派系跟金普聰的那個恩恩怨怨 難道可以一笑冥恩仇嗎 所以對侯友宜來講 他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我們常用連戰兩千年的選票做例子 連戰兩千年大概拿百分之二十一號 我算他二十二好了 因為二十一點多 我算他二十二好了 我們把它當作這是國民黨的選票的低標 因為三喀都嘛 而且當年的扁跟送都都蠻強的 三喀都連戰拿二十二票 二十二趴 我現在都開始很懷疑 侯友宜到最後選票開出來 能不能夠拿到二十二趴 這是國民黨近二十幾年來的基本盤 最低點 二零一六二零二零 雖然國民黨都輸 但是兩位候選人都拿到三十趴以上的選票 都還拿三十幾 當然那個時候因為只有 算是兩強一個稍微弱 因為二零一二年宋主席稍微弱一點 兩強一弱 但是送二零一二年也拿了一百多萬票 我記得是一百多萬 一六 對 一五七 所以你覺得在那種情況下 朱立倫都要可以拿三十幾趴 那侯友宜在這種情況之下 如果最後只是長喀都的話 他我的懷疑 他可能連二十二趴都拿不到 這侯友宜最大問題是 原本國民黨提名 他是因為侯友宜過去塑造出來 那種感覺有點超越藍略的形象 所以覺得說侯友宜應該大於國民黨 可是現在侯友宜不只小於國民黨 他甚至連國民黨的基本盤都沒有的時候 你這種情況侯友宜你怎麼選 要怎麼選下去 而你現在找金普聰來 九州共識你也吞了 兵役制度 昨天說你當選要恢復成四個月 今天改口了 不過他改口改得有點不自然 他是說只要兩岸和平 我兵役就恢復成就變成四個月 問題是兩岸和平由誰來定義 兩岸和不和平向來不是由台灣來定義 向來是由中國來定義 他要打你就不和平 中國只要不放棄武力犯台一天兩岸就永遠不會和平 所以侯友宜你不是剛去新加坡嗎 新加坡可沒有一個國家說 你是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他旁邊馬來西亞那麼大 馬來西亞沒有說我要攻占新加坡 新加坡是十八歲開始要服役物役兩年 你不是剛去新加坡嗎 你去新加坡都沒有看到這個嗎 所以侯友宜他現在展現出來的 就是說第一個意識形態上拿不到國民黨基本盤 第二個你如果想要靠政策 去吸引中間選民或是一些比較有組建的選民 感覺上你的政策好像也是講得哩哩哩啦 你講的都是一半的東西 我再舉一個很誇張的例子 他說NCC他當選之後 要把委員都換掉要撤掉 侯友宜你當你是皇帝 NCC委員是有任期保障的 除非他辭職或是因為設法被撤職 要不然你不等他做完任期 即使你們立法院占多數修法修改NCC的組織條例 修改委員的產生的方式 這一屆任期還是得要做完 所以你怎麼會講一個這麼沒有嘗試的東西 西光哥他們也提過 提案撤 因為立法院立法院我也提案撤 你其實提案撤 現在這一屆你也不能動他 你也不能動他 他的委員結束之後他可以不再提 對 就從下一屆開始 所以很明顯就是侯友宜 他沒有自己的政見嘛 對 所以你意識形態吸引不了藍軍的基本盤 然後你的政見又吸引不了中間選民 那我不曉得侯友宜 你再這樣子下去的話 真的你有沒有拿到二十二趴 我不知道 但是你可能 可能國民黨搞不好 因為這樣子你搞不好立委 原本這一次國民黨是有機會 爭取立委拼三黨不過敗 可是如果侯友宜 再這樣下去的話 也難怪這些小雞會擠 因為小雞可能會覺得說 我沒有母雞可以靠 我知道隨便去找一隻來靠